好的 持續帶來關心世界棒球經典賽 今天晚上台灣將對上強敵荷蘭 而就在昨天台灣隊也是迎戰了義大利 打下了11比7非常優異的好成績 那麼今天總教練林岳平也是表示 因為今天晚上將對上這個強敵 那麼是派出了先發投手黃子鵬來應戰 那麼也希望可以延續昨天晚上迎球的氣勢 來繼續推進 讓我們來聽一下總教練怎麼說 人編的加分其實主訓以來就是渴望要贏球 那昨天在得分後又被逆轉 然後又有辦法在比較過多的十分下 用攻擊去逆轉對手 那主要今天還是要想盡辦法贏下今天的賽事 因為第一次打這個比賽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總教練又是自己母隊教練 那反而壓力更大 那其實我覺得一個團隊只要氣氛好 然後大家凝聚力夠 就不畏懼任何事情 然後就是從我們主訓到現在 其實大家的感情都保持得很好 然後教練團這邊也沒有給我們很大的壓力 也跟我們一起在球場上就是很輕鬆的去玩 那我相信我們後面這兩場比賽 能夠保持好的氣氛 那麼面對中華最強勁的打擊陣容 荷蘭隊則是推出了王牌投手海藝的應戰 他在當地聯賽是屬於王牌強投 去年是獲獎無數 勇奪三陣王年度最佳投手還有荷蘭大賽的MVP 不過林岳平是強調將會將中華隊面對意大利出色的打擊陣容 布置貼上 並且串聯攻勢 奪下一勝爭取前進東京這一戰至關重要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近情形 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廟前廣場一大早就架好了超大螢幕 還排除了500張的紅色椅子海 甚至還請了這一位抗河英雄國姓爺鄭成功的畫像來 為了要替晚上7點即將登場的台灣隊 對上荷蘭隊的賽事加油助陣 成功在此 台灣必勝 台灣隊加油 跟我們的朋友一起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組在什麼方式要幫中華隊加油 就是帶著一顆熱身的心 球迷有的是沒有買到票無法進入球場觀賽 那麼在台中北區的宮廟前 是直接借了場地搭起大螢幕 那麼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一起觀賽 那麼還號召了20攤的小吃 從吃的到喝的通通都有 那麼在球迷們一邊觀賽的過程 加油吶喊也不怕肚子餓 我是聽說有這個球迷朋友 他們自備了這種國中小課本裡面 這個鄭成功像 那象徵說要這個屠宰荷蘭隊 那我們台灣隊的球員 在大家的這樣的一個集氣祝福下 那我相信今天一定可以擊敗河 那麼今天台灣隊對上了荷蘭隊 晚間七點就要正式展開 支持國球各個球迷都出奇招 甚至還想到搬出了 嚴平郡王鄭成功的畫像 象徵成功抗河